我也是在这个调查小组里面 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单纯 不单纯 对第一点张云鹏他虽然他这个到任的时候 106年6月的时候的确这个贷款案已经过了 这个信贷案已经过了 但是根据106年12月29号金管会对高雄银行 做出了这个财罚的这个报告 罚了800万 他很明显的说高雄银行在庆赋案的案子里面 违反了银行法 那张云鹏当时从106年底到现在 他就是负责在收尾的一个董事长 那本身他最清楚 当时庆赋案跟高雄银行之间的信贷也好 真信也好 包括后面贷后的管理都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张云鹏他现在为什么突然之间 在我们议会4月25号要邀请他到议会来做 整个的报告的时候忽然要被调走 是不是庆赋案跟高雄银行这个案子的时候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可是这个调动很大规模 可能不一定跟张云鹏个人有关 大家知道庆赋案当时在高雄地方的传说就是新潮流介入的 整个庆赋案其实我想俊泽他很清楚 你刚刚说他有点头 他有点头吗 其实他也很清楚 高雄不太清楚 什么高雄不信你这派系很清楚 所以是不是这跟整个民进党的总统的初选也是有相关联的 等于是整个新潮流跟小英总统准备出来收拾这个战场 大家都还记得花妈市长任内发生庆赋案的时候 最先辞职下台不愿意到议会被寻的 就是王端仁局长 就是海洋局局长 所以他一辞职有点一了百了 议会完全无法监督 完全无法问出到底庆赋案的问题在哪里